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非要选择一边战队的话 那我这波肯定是站瑞秋这边了 当然了 如果有第三人选的话呢 那老娘我的选择肯定是另外一个小姐姐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段CG动画 这里面的这个小姐姐无论从颜值和身材来说 那是丝毫不输瑞秋和青蛇 最关键的是这小姐姐变身之后 那就一个帅啊 妥妥的可甜可言好吗 让老娘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一个人来 没错 那就是玲珑里的白老板 话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现在明日之后的这个版本呢 有很多地方跟玲珑那是莫名的相似啊 就拿这次的植物危机来说吧 藤蔓缠绕的城市也好 石化在那的人类也好 这些场景其实你仔细学看 早在玲珑里就有出现过 白老板的小团队呢 有点破晓组织的味道 变异后的马可就是我们现在玩的再生者 白老板其实是在帮马可如何控制变异后的力量 就像现在的破晓组织在引导再生者一样 对吧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破晓组织应该不是坏人 明日之后的亲儿子啊 那就是再生者呀 好了好了啊 那不瞎掰了 扯得有点远了 说正事儿 话说最近有粉丝私信告诉我了一个秘密啊 说是现在我们正在参与的暗潮汹涌的活动呢 只是这次版本更新的开胃前菜 What 真正的大动作是在后面的来文黄昏这一趴 而且时间都已经写出来了 就在这个月的15号开启啊 你感谢 另外 全新的宣传动画里呢 还曝光了新的怪物 变身的时候 那是帅得一塌糊涂啊 说实话 老年我个人还是蛮期待的 难怪我说这次的活动怎么好像少了点意思啊 原来这只是开胃菜呀 嗯 而且据小道消息说 这次的生存危机的活动结束之后 再生者还会额外获得全新的技能力感性 当然了 这也只是我道听途说来的 没有啥真实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传言要是真的话 那就太过分了 哎你们说这再生者还需要再加强吗啊 别的职业就那么不值得待见吗啊 就不能狠狠的加强一下我们血清专家吗啊 毕竟我们没钱买转值卡 嗯 嗯好了好了不闹了目前也只是传言而已 一切还是等活动上线之后再说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